亲爱的小朋友大家平安 我们思想 我们可以如何用我们的言语来祝福我们的家人呢 我们如何用言语把恩典祝福称赞带给人呢 今天我们解释想 真言第六章 这一章丈夫赞美妻子 他提到了妻子好像什么 第四节 你美丽如德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 一个花园的城市如同耶路撒冷 第五节 你的头发如同山羊 裙卧在激烈山旁 用山羊 用山来形容头发的美好 牙齿的美丽 第七节 提到了你的两侠 如同一块石流 切开的石流 红彤彤 非常的红润 非常的美丽 非常的美好 并且有许多人称赞他 众女子见了就称赞他有福 王后飞瓶 见了也赞美他 觉得我们可以 称赞人 可以祝福人 是我们家人 有许多美好的品格 美好的事情 值得我们所赞美的 丈夫继续说 第十节 那向外观看 如晨光发现 好像早晨的阳光 那样子的光明 那样子的美好 美丽如月亮 是皎洁美好的月亮 微与舞如展开 惊奇的军队 我们可以用 看得见的来形容 我们家人 是何等的美好 带来祝福 带给我们安全感 并且带给我们 很大的喜乐 我们看到 丈夫妻子提到了 你是我的良人 期待 和你有最美最美的互动 这是真实的喜乐 这一章的要解提到了 我属我的良人 我的良人也属我 他在百合花中放牧群羊 是的 我们属于我们的家人 我们彼此是一家人 彼此相爱 何等的美好 并且我的家 我女美丽如德萨秀美 如耶路撒冷威武 如展开惊奇的军队 我们可以具体的称赞 家人行为的美好 言语的美好 带给我们的祝福 让我们常常用言语 来祝福家人 创造美丽的天堂 我们来祷告 谢谢主耶稣 让我们在一家 一个家庭中 学习彼此相爱 放下自己 起来看到家人的美 用言语带来 美好的祝福喜乐 谢谢主 祷告 奉耶稣等名 Amen